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啦 但是先心动不要太过冲动 那我要从哪里开始啊 这也是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就让我们call out给郝老师跟着我就对了 哈喽 郝老师 Rita Paul 我们又见面了 两位主持人好 你好 郝老师 我们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的投资理财 要靠你了 你不是有问题吗 是啊 我真的很心动 可是郝老师 真的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 第一个 特别是过去一年 很多年轻人投资者因为市场都波动了 他反复在trading的时候赚了钱 所以自己就以为自己是专家太过膨胀 记得专家很多是专门害人家的 所以事实上呢 我觉得投资应该放长线 第一个不要做专家 因为专家呢 以为自己做得好 你的时间 你的专业知识都没有那么的强跟丰富的时候 你自我膨胀就会变得赚钱非常的容易 这种情形就不是太好 因为专家就让你的钱交给专家来管理 或者是很注重专家的意见 做你投资的参考 这点非常重要 重点是自己不要做专家 自己不要做专家 也是啊 因为你想想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吧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投资 我们可以找真正的专家 非常有经验的 这样才比较安心吧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 难怪郝老师 人家都说他是理财专家 可是呢我就 也想一下小小的做专家 哦 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吗 老师那你觉得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对一个初学或者是 认为比较谦卑的人的话 事实上在跟着大盘就可以了 就是index 那index呢 各种大盘都有 第一个 S&P 500是Large Cap的大盘 这一点应该鼓励投资者 应该跟着大公司的大盘 第二个大盘呢 index呢 可以考虑科技股的NASDAQ小盘 这种small cap可以跟着他 因为成长比较好的 通常时间到了 就是科技股 就是所谓的NASDAQ small cap小盘 第三个呢 应该你在配置当中 也有international cap 就是国际的 有的时候美国会好 有时候是国际会好 所以你应该来讲 你的投资 长期投资的资金 分作Large cap small cap 跟international cap 总之 你要跟着大盘 participate大盘 跟着整个市场的成长 那就对了 所以投资要跟着大盘 整个市场的成长 老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说 如果是一个 可能刚毕业 第一年第二年出来的一个 年轻人 他可以开始怎么样跟着 这个Large cap small cap 或international cap 太好的问题了 Rita 如果你自己没有太多时间 而且自己的投资经验 并不是那么丰富的话 没有办法时常打理 应该可以考虑 index fund 或是index类的ETF 两个都可以 为什么买index fund呢 index fund里面 有很多的共同基金 就是专门投资 Large cap s&p500 甚至有s&p100的mutual fund 那你他就会跟着大盘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因为你没有太多时间 你也不是专家的知识的丰富 重点 你一定要跟着大盘 参与市场的成长 那如果说这个年轻人 他刚出来大概只有五六万 你会建议就是说 他刚开始跟着这个大盘 去投资大概一个月 投多少的费用下去 我都会建议年轻人 如果一毕业大学毕业 23岁22岁的话 应该一开始五六万 就应该max out 他自己的investment 他在公司的薪水 工资里面 就应该呢 让他能够15个percent max out 到participate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算一下 一年大概可以将近一万块钱 参与市场的投资 那在投资的时候 我讲过了 跟着大盘 那你可以考虑 一万块钱呢 比如说有40个percent 是large cap s&p500的 然后呢 可以考虑30个percent 或40个percent 是small cap的科技股的 另外international cap的 可以20个percent或30个percent 总之 你都要将你的钱 好好的去跟着大盘 一起成长 明白了吗 我很感谢这个郝老师啊 因为我开始慢慢也觉得 我快变成专家了 小专家 不要自我膨胀 对对对 不要自我膨胀 赶快记得不要自我膨胀 对 赶快缩水一下 我可以是一个小小的专家 谢谢郝老师 这样子的话呢 我知道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开始 但是呢 郝老师啊 是 我如果照这样做的话呢 我可以很快达到我的目标吗 最重要呢 你参与之后呢 就其他呢 就让时间 去让它复利了 就是长期投资 就像你种种子一样 一年之后 当然种子就会变成玉米啦 变成稻米啦 成熟变成小麦 你就可以收成 太康庞是非常 非常奇妙的一件 复利的回收 所以记得年轻人 重点不是你一年投资一万 或一年放两万 多少的问题 而是一定要做长期投资 而且越快越好 因为长期投资 我上次有讲过啊 叫做72定律 如果你是8个%成长的话呢 7年康胖 9年或者是9年 对不起 9年康胖 那如果你是10个%的话呢 你可以7年康胖的 非常特别的 所以时间的复利呢 对年轻人来讲 越早越好 而且放长线掉大鱼 长期投资最好 太康胖实在太重要了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 新发现就在这里 是啊 所以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投资 可以这么简单 而且我还可以真的做小专家 那我现在就要开始了 记得老师说过 不要太膨胀 要缩水一下 所以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才发现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一次当然是有关系的 这一次 这当然是息息相关啊 你在那个地方 帮我按个按照 这一切当然是息息相关的 帮我把那个黄字打 其实老师每一个点可以讲两个 老师你可以多讲 老师你可以多讲 一点点 哦我以为是简短最好 对哦 你不要再对哦 你 为什么 不要看在你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这么可怕吗 再来一次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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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